前库安局长陈明通 因为论文抄袭公报 遭到检举 对学生论文指导不周 台大经过审议后 确定没有达到解聘程度 等于陈明通可以拿到退休金 让检举人王宏威气炸了 台大部分里面的老师 也觉得非常不合理 学校最后还是可以包庇你 纵容你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差的示范 陈明通犯后态度很恶劣 一直还在喊冤 还在帮林志坚喊冤 怒批台大包庇 也让台大赶紧澄清 强调陈明通戒调时 已经超过教育人员在职的年龄规定 也祭出三大层储 包括不能规见担任教授职务 不能再申请延长服务 也不再聘请担任兼任教师 就算退休后也不能再回台大 重点是 陈明通最在乎的就是他的退休金 不解聘 所以陈明通可以快快乐乐的去退休了 所以你这个三个层储 对陈明通来讲没有任何意义啊 台大身为我们国的这个最高学府 避免这个政治的干扰 检讨的是我们整个论文审查的机制 还有大学自主 现在是不是有政治力介入的这个问题 大学的所有的行政单位 跟政党一点都没有关系 所以大学他在处理自主案件的时候 我们都是尊重他 政党能够讲什么话呢 如果王鸿辉委员觉得说台大处理的不好的话 那他大可以在教育文化委员会去 去咨询台大校长 是台大纵犯还是大学自治 朝野立委各有解读 论文抄袭风暴 伤害最重的还是台大校域 欢迎新闻张祥云娜台北采访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